我东西忘记拿 先回教室一趟 说吧 黑火老大到底对你提出了什么要求 佳丽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关心我 想要关心什么事情 少还没耍嘴皮子 如果你不需要我的关心就直说 以后你的事我就不管了 我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佳丽 还好你还没离开 你怎么跑来 我们不是说好要相处看看吗 所以我就来接你下班了 刚好我今天没有开车 那正好可以多一些相处的机会 还可以一起吃晚餐 你等我一下 既然有人来接你下班 吴老师 我们下次再讨论学生的事情 我刚好学校有点事要处理 我先走 你现在已经连争取都不愿意 直接无视于我了吗 走吧 走吧 不愿意 也不愿意 走 校园生活 要欢迎